电视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前期 是讲述了三个服装集团之间 名争暗斗的故事 而孟锐的扮演者 就是斯美琪集团的CEO陈正 他扮演了这个角色 和赵丽颖所饰演的爱达集团 是对立的阵营 不过私底下孟锐和赵丽颖 可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孟锐 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里面 饰演陈正 在电视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 孟锐穿上衬衣西服 再次出演一个总裁 不过这次他演的可是一个反派 我敢放松吗 你这手已经背到我脖子上了 我总不能当着被你掐死 对 陈正这个角色 其实他特别好玩 然后他这个本人也可能幽默一点 然后他是一个典型的王库子弟 跟金翰饰演的栗志诚 张俊宁饰演的宁维凯 我们是三足鼎立在服装这一块 尔虞我诈 名争暗斗 虽然是斯美齐集团的CEO 但孟锐饰演的陈正是个爱耍小聪明的人 总是想方设法地让爱达集团 时许失败不能成功 其实我觉得反派演的时候 如果演好的话反倒是很可爱 我跟张俊宁在戏里面是关系比较好 然后每天在一起喝茶喝酒 然后一起在说金翰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破坏 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好玩的点嘛 那没有我们的破坏怎么显得出他的成长 让人惊喜的是 这次在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 孟锐和赵丽颖竟然成为了商场中的对手 要知道他们可是相识十多年的好朋友了 系统关系就是我一直在搞破坏 他应该看我非常不爽嘛 因为他是跟金翰他们站在一波的嘛 对 所以我这边只要出什么妖蛾子的话 他们那边就恨得牙痒痒 然后一定会用正能量的方式来回击我们 李志诚他根本不懂服装行业 我起码是这个行业里的人 李总虽然不懂 但至少他支持原创 斯美琪应该也不缺超版式吧 2015年 孟锐和赵丽颖合作了电视剧加油吧实习生 孟锐饰演的正是赵丽颖的表哥 两人关系别提有多好了 私下里孟锐也是陪伴着赵丽颖成长的那个 忠实好友 我觉得他更成熟了 这个是实话 就是不是说他是我的朋友 我估计是这样说 因为其实我之前跟他拍的 加油吧实习生 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青涩 程总 我知道国内已经有很成熟的设计师 是可以很好地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风格 融合到一起的 仅仅是以欧美的设计风格做参照标准的话 您当然会觉得我们国内的设计师不成熟 虽然这回在你和我的《青城时光》中 两人的对手戏不多 但只要一对戏 他们还是会用专业的角度 认真对待每一场戏 我觉得如果你要问哪场戏挺难的 我觉得跟他演戏挺难的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和专业的演员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这场戏你看你这种情绪好不好 我们要不要这样去尝试一遍 就换不同的演法 然后给导演看哪种呈现最好 文运新年地上海独家采访报道